当我们提到巴黎时尚或是法式优雅,很多人都会想起Jean Doniz。 即便你可能不熟悉这个名字,但也一定能在街拍,和Instagram上认出他的这张脸,清楚地知道,他标志性地着装风格。 这位法国博主其实在前几年就已经爆红,几乎每到夏天,他特有的穿搭方式,都会席卷社交网络。 于是,很多亚洲女孩跟着Jean的步伐,去理发店剪法式刘海烫自然波浪,涂大红唇穿碎花身微连衣裙,但最终却发现,为什么模仿Jean Doniz这么难? 在众多描写巴黎时尚的书籍里,这一本由Jennifer L. Scott所写的名为《跟巴黎明院学到的事》的著作跟其他不太一样书中,提出过文章开头差不多的问题,如何才能像巴黎女人那么优雅? 不过,关于这个问题,作者并没有从巴黎时尚的搭配,或者设计上进行解读。 相反,他用了整整一本书,来论述那些真正影响巴黎时尚的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。 01.如何模仿法师博主? 01.先回到最初的问题讲起,为什么模仿J如此困难?难道是因为我们颜值和身材不在线吗? 01.至于身材,J其实上半身稍稍长,总体而言,算是普通人里的好看级别,比起模特而言,客观讲还是有差距的。 01.那么,为什么他穿典型的法式风格就这么好看呢? 01.答案其实也不难找,逆向思维一下,看看J穿不那么典型的法风服装,答案就显而易见了。 01.换句话而言,并不是J选择了法式风格,而是法式风格选择了它,让它在只是做自己的时候,才能成就出最自然的法式风格。 01.这才是我们难以成为第二个J的真正原因。因为,从头到尾,J只是在做自己罢了。 01.还记得J的妆容教程吗? 01.从头到尾,其实就一个要易随便图图,尤其是当你看到J说,我们跳过底妆这个步骤的时候,真的会很令人抓狂在我们想要成为J, 01.或者其他什么典型法国女孩的时候,法国女孩们确实想着怎么样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做自己。 01.因为做自己,于是他强调嘴唇,就是为了僵尸绝消点集中在唇部,可以最大程度的忽略下巴。 01.他不涂粉底而呈现自然健康的状态,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皮肤的底子已经足够,不需要多余的修饰。 01.在J的访谈中,他自己也提到,美丽应该是自然的。 01.法国女人很懂得如何看上去自然大方。 01.而这一点,跟巴黎明院学到的世中早有说法,法国女人相当了解自己的风格,而每个法国女人的风格,同样也都是独有的,因为她们明白,什么样的衣服最能展现自己的魅力,扬长臂短。 01.真正的法式女人,并不热衷称为Jean Thomas。法国女人最想称为的,反倒是那些最不在乎法式风格的女孩。 02.不法式的法国Icon。观察一种文化或者一个国度的时髦指标,看时尚编辑的社交媒体绝不会出错。 02.V.O.G.U.E. 巴黎版编辑G.R.O.D.I.Saglio,可以说是典型的法国女孩了,瘦靴,小麦色皮肤,五官算不上特别精致,但舒服耐看,一头绿色中长发,略带卷曲。 02.Saglio并不热衷于碎花长裙或者草编包、草编鞋之类。相反,他轻一色基础款的配置,尤其中爱黑白,衣穿就是好多年。 02.Solant Smith,法国时尚博主兼模特。她日常也就那几件基本款,白衬衫配紧身长裤或短裤短裙,她是法国女孩中少见的喜欢穿短裤短裙的姑娘,只是白衬衫的款式稍有变动。 02.Saglio,最近火热度仅次于G的法国时尚博主,一个圆圆脸,小个子,很自然的女孩。翻看她的Instagram,可以发现,她简直算得上半个威辣牛仔裤狂模,各种短上衣搭配威辣牛仔裤。 02.法国时尚博主跟美国似乎不太一样。在Candle Jenner的Instagram里,我们可以看到数十种风格。 02.但法国女孩们似乎是走保守派的,标签十分明显,她们热爱经典款,一旦穿一件单品就会一直穿下去,然后在这个风格基础上稍加改动,但总体依然维持不变。 02.跟巴黎民怨学到的适中,就曾经提到过巴黎女人常用的迷你衣橱。这样的衣橱里面,只有当即必要的十件衣服。大多数法国人都在重复地穿衣服,不觉尴尬而且气派十足。 02.而在法国电影中,也看得到类似的做法,一件衣服反复出现,但男女主角的美感却不见丝毫。 02.别忘了,香奈儿女士,也是个彻头彻蕾的法国女人。她那句著名的流行意识,风格永存,本身就是法国时尚的第一要义。 02.所以,迄今为止,香奈儿的每一个新系列,都仍然很香奈儿,书中还提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定义自己的风格,那就是你能用一两个词来描述自己的风格吗? 风格就是表现自我的一种方式,而每个人的自我一定是独一无二的。作者因此说,了解你想通过着装表达什么?通过了解你自己,真正听从内心的声音,来拥抱自己独特的美。 03.法师的本质,浪漫主义 03.法师的本质,其实就是浪漫,浪漫这个词,最早正是源自于法语的Roman。江勋在西方美术史中对此有过阐释,19世纪欧洲对浪漫主义的追随,主要就包含了对感性的解放,对激情,对个人冒险,对从群体中出走,对孤独,对宁为玉碎的悲剧情操的追逐。甚至,他们也离经叛道为荣,比赤苏式的庸碌。 很多人都知道浪漫这个词,但却不了解浪漫,还有这样的真正含义。总的来说,浪漫主义的核心,就是寻找自我。坚定不移地做自己,释放自己的感性情绪,去追逐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,甚至不惜付出代价。 这在很多法国电影中都有所体现,阿德尔曼夫妇,库耶良,法国女人,这些不在意世俗眼光去释放自己的情欲的女人,看得人心惊肉跳。 举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。今年已经59岁的英国演员Christine Scott Thomas曾为法国品牌拍摄广告,广告词中她说,我喜欢被问到年纪,Jay, Adorku, Only Demand Monage。 Christine的皱纹清晰地出现在广告中,但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自在,坦然的。 而将充满皱纹的保养品广告,大规模投放在法国街头,至少可以瞥见法国女人对于自身审美的态度,她们并不追求单一化的好看,而是希望美出自身的特点。 毕竟,皱纹并不是美的敌人,只是年龄的一个附加品罢了。而另一个强有力的佐证,就是爱情。爱情在法国是多元化的。 知同居,不结婚的恋爱模式,女主外,男主内的婚姻模式,这些情况在法国是习以为常的。 在法国人的眼中,霸侣之间更强调的是一种灵魂的吸引,而不是爱上对方的什么附加价值而选择结婚。 这种混恋观在有些人眼中看起来也许有些不切实际,但非常浪漫,非常法式,伴侣双方并非不清醒,相反,他们是清醒的,他们愿意忠于自我,并且愿意为忠于自我去付出。 跟巴黎明院学到的世中讲道,法国有一句短语《病症》《苏普》,意思是,皮肤之下感觉很舒畅,或者与你的皮肤相衬,忠实于皮囊之下的东西,而不是皮囊本身,既是一种法国的穿衣哲学,更是一种生活哲学。 法国出现过无数的时髦Icon。 当我们在追逐时髦的时候,他们对于时髦的拿捏,却看起来那么轻而易举,事实上,这些Icon只是诚实地用布料和色彩在表达自己,顺便创造出来一种叫做时髦的东西罢了。 既然忠于自我,那自然不会去追逐某一类时髦标签,比如法式,当我们想要变成Jane Domas的时候,我们就是在试图变成其他一个什么人。 Lamere设计师Feral Inchamp曾在访谈中提到,法国人似乎是漫不经心的,不会用力过猛,但穿着却又很别致,这不仅仅是一种适宜的选择衣服的本事,更是一种关于性格、举止和穿衣的智慧。 找到其中的平衡,会令你受益良多。 而穿衣,又跟做人有什么两样呢? 一开始我们天真、盲撞,急着表达自己,无论是做事还是穿衣,总是那么用力过猛。 后来好像明白了些什么,找到一点自己的方向,慢慢开始学着模仿别人,却似乎又总是模仿不到精髓。 直到后来的后来,才慢慢终于找到平衡,学会了收敛,学会用less表达慢,我们变得简单,变得大方,优雅。 演出节奏